叔叔 之前军刀的事件 让我们蒙受了奇耻大辱 不消灭杨志华和他的炮兵队 我简直寝食难安 真的没有心思来品茶 这种 品茶和打仗道理如出一场 品茶能品出很多的道理 比如茶的种类 茶的年份 还有水的来源 以及水的温度 等等等等 品茶就像打仗一样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我让你搜集情报 就是为了一举消灭敌人 所以 一切不能着急 是 八路军非常地狡猾 要想知道他们的驻扎地 我们必须使用非常地手段 叔叔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 换装成老百姓 来向老百姓打听一些东西 不过这种方式不能多用 而且每一次 只能查到一些琐碎的消息 所以 我认为 必须要派一个人 打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 才能够知道 八路军的确切消息 你我叔侄不谋而合 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 谁 走走走 快走快走 快点 快走 走 你推什么人啊你 老的还打你 真可 快 鬼子也没让你打人吧 好 大家都是中国人 没追以后还能见 留个面子 好 走 走了走了 都走了 快走 站开 走 刚才谢谢兄弟啊 谢啥呀 都是中国人 兄弟 刚才你胆真大呀 我叫余娇 12团的 认识一下 109团 一连连长黄志 109团 我听说109团 都被打光了 死的死 散的散 剩下就剩我们这些 被俘虏的了 像咱们的命啊 还都好点 我就想好了 能活一天就算一天 没有 兄弟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 与其这么窝囊 不如拼死一拨 你想逃跑 难得你没想过 从今来你变气 就想怎么跑 但还没想到办法 与其在这儿等死 还不是拼了呢 我观察很久了 每天晚上 有十分钟的换房时间 我们可以利用这十分钟 逃出去 据我估算 胜传至少有七成 怎么样 我叫张鹏 你算我一个 服录里面有一个 叫张鹏的人 是我们和独立旅 与战斗士俘虏的 就从这个人下手 郝兄弟 黄连长 我叫李可 我是二十八团的 你们一零九团 还志愿过我们 我见过你 这次我也参见 郝兄弟 听说你们一零九团的人 个个儿都干大鬼子 看来是真的 兄弟 我给你看看 好 今天晚上 等我的命令 到时候咱们一起行动 好 来 老陈 这回你可立了大功了啊 我跟你说 哎 如果咱们一个月 能生产猪 二十发炮弹 二十发炮弹来 我就敢跟只野盛南 硬碰硬地干 如果一个月 能生产五十发炮弹来 我 我就敢直接打太原 干嘛你牛子 冰空场那是咱们捋的 你非是杨志华一个人打的 这冰空场是我弄过来的 所以说生产出炮弹 得先紧着咱们 好 好 黄连长 怎么样 还没到换房时间 再等会儿 来 探军 时间到了 行动 死关了 找关 长官 长官 干什么 干什么 打起来了 出人命了 长官 长官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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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你看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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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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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ch 屎 别 走 快 兄弟们 等灯给我走了 咱们得及冲过去 走 快 走 我打他 走 快 快 有人要遇了 快 快走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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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下 收走 直接命令 你们 动手 快去追上帐篷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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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快 快 快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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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先走 走 走 兄弟 我们也算暂时安全了 我们也该分刀扬镳了 咱们虽然是萍水相逢 但也算一起出生入死亢 走 如果有缘咱们再见 走 等等 我想问一下 两位兄弟打算去哪儿 还能去哪儿 只知道自己的部队呗 据我所知 整个华北也没有多少国军的队伍了 这里方圆几百里大小 鬼子的炮楼无数 你们要想找到队伍可不容易啊 那能怎么办 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吧 我们独立旅的队伍离这不远 要是二位不嫌弃 可以先跟我回去 让我们加入八路军 二位别误会 不是让你们加入八路军 再也算永居嘛 也一起出生入死过 你们先给我回去养伤 等时机成熟了 再把你们送回去 这 那好吧 拜托兄弟了 走 木兰姐 刚刚送来两个国民党伤员 有一个是皮外伤 我已经给处理了 还有一个子弹位置伤得比较深 需要动手术 好 你先去准备手术 我换了衣服马上就过来 好 杜新娘 你别笑什么呀你啊 你先笑他 是你 你是 林海波 林路兰 真的是你啊 先别说了 我先帮你查查上告 你 是冠川上 还好子弹不在里面 我让你消一下度 把伤口缝合一下 好 好 好 怎么样 好点儿没有 小伤 不碍事 这位是 这位是我在战复营一起逃出来的兄弟 你好 你好 你先出去吧 走 走 林海波 你说 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 别提了 本来他跑出来有半里地呢 结果我躺楼上一个小鬼子 一枪给打着 还好 没什么事 你说这么多年没见 你都去哪儿了呀 说来话长啊 当年家里出了点急事 我爹他 后来回到江武堂 才知道江武堂出了事 后来 我就自己做了点小买卖 有一回接了一批军运物资的生意 结果拉到半当 让土匪给携了 这我回去交不上差呀 好 109团的团长 知道我是江武堂出来的 没舍得杀我 我们团长是我最敬佩的人 他姓黄 我就跟他改姓了黄 叫黄之 你原来是这样 那后来呢 再后来 就被小鬼子给抓起来了 我也没多想 就找了几个兄弟 商业的逃出来 再投奔部队 回去继续打鬼子 别说我了 这么多年了 你过得怎么样 我呀 还好吧 你跟杜青铭怎么样了 你们俩现在应该都结婚了吧 没有 杜青铭现在在哪儿啊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挺想念他的 他就在这儿呢 什么 他也当八路军了 没有 他是国君 在破宾宁 给我们当教官呢 那真是太好了 这么说 我一会儿就能见到他 海波 你不光能见到杜青铭 你还能见到 咱们一个老同学 还有一个老同学 杨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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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兰姐 送那个商员 你快去看看吧 你先去忙吧 你好好休息 我一会儿再来看你 我一会儿再来看你 商合 这把手枪你想要吗 想 以后这把手枪 咱们一人玩一天 我是大哥哥 应该让着弟弟 今天这把手枪 我就送你了 唐唐 来 咱们回家 今天啊 邓主任来视察咱们的工作 咱们对她的到来 表示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大家就别这么客气了 咱们都是女人 而且以后啊 你也别叫我主任 咱们就一姐妹相称 好吗 行 这次我来呢 主要是带着 张正伟的嘱托 张正伟啊 让我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对我们八路军的支持 要是没你们勤勤恳恳地 给我们逢眠衣眠鞋 我们哪儿能这么舒舒服服地过冬啊 是吧 邓大街 你这话说的 你们八路为我们打鬼子 流血牺牲 为我们做点棉衣棉鞋的 这算啥 是不是 是是是 张正伟啊 这次还指示我 说咱们这一带敌情复杂 而且咱们村里啊 有红河小学 这所小学咱们一定得重视 还有 鬼子的炮楼离咱只有三十里地 大家一定要小心要注意安全 知道吗 您放心 那个炮楼里啊 就俩鬼子 剩下的那十几个二狗子啊 都是红心白皮 话虽然这么说 但大家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知道吗 妈 妈 儿子回来了 放学了 你今天在学校乖不乖 乖了 你想妈妈了吗 想了 亲妈妈一口 那我们先进去了 你们忙着 行 你算点啊 儿子 嗯 让死妈妈了 咱们都多久没见了 是不是 来 那好了 我看看 坐吧儿子 这是什么呀 小花哥哥的玩些啊 小花哥哥经常跟你在一起玩啊 是啊 那你喜欢小花哥哥吗 喜欢 小花哥哥对我和好了 从带着我玩 还说讲故事 他还保护我 谁要有谁欺负我 他就教育谁 小花哥哥真这么说吗 是啊 妈妈 我最喜欢跟小花哥一起玩 他总让着我 还偷偷带好吃的东西给我 还说比阿姨对我也很好 他上次来带着阿赫的时候 还说大个好吃的 还说做一面一块面有套 海波 志华 君明 你小子还活着 我还以为这辈子咱再也见不着了呢 我还以为这辈子咱再也见不着了呢 还能再见面 行了行了行了 别动别动啊 别把伤口弄坏了 你小子呀 当年是不辞而别呀 没想到偷偷当了国君了 不过也算上命大啊 被小鬼子俘虏了 还被我们救出来了 要不是你们八路军的战士 把我救出来 还给我带到这儿 我哪能活到现在 没准被鬼子抛尸荒野 尸体都找不着了 对了 这还得多谢木兰啊 好了 别谢我了 你们几个老同学啊 好久不见 你们好好先聊会儿 我还有病人 海波 我等会儿再来看你 怎么样 伤好了之后有什么打算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这以前是跟着我们团长 打鬼子 可是现在 109团大没了 我们团长也牺牲了 我们团长是我的救病恩人 你是我最崇拜的人 那么多兄弟都牺牲了 只我一个活下来了 对 还有一个二十八团的兄弟 我们两个逃出来之后 就想再去投国军 可是国军的房区 离这儿太远了 现在 见到你们 我有个想法 以后 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干 行吗 什么意思 你想加入我们呀 是八路军还是国军 只要能打鬼子 给我们团长报仇 我就干 特别是跟着你杨志华 我更愿意 那行啊 我呀 本来有这个打算 但就怕你不同意呢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那我现在可以 周瓦 你 等海波伤好了 来得及 也可以 李海波 那这样 你来我们炮兵队的事呢 咱们从商计议 因为 很简单 你原来是国军的身份 如果想加入我们的话呢 我呢 做不了这个主 得向上级汇报一下 好 不过 我心意已决 等我伤好了 我去找你报到 对了 这卫生队啊 马上有外出任务 你们这些伤员呢 都会安排在老乡家里边养伤 明天一早啊 就让人接你过去 你现在什么也别想 就是养伤 等养好了伤啊 咱们在一起再好好商量 老同学 有什么不能说的 好 行 海波 那你好好养着 我们先走了 走吧 真没想到啊 在这儿碰见连海波了 对了 刚才我跟他说 让他参加八路军 你还打断我 干吗呀 是不是怕 我把你们国军战士 给抢过来 你心里边难受啊 你胸怀能大点吗 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想什么呢 什么呀 你记得吗 我刚来不久的时候 有一次小鬼子来偷袭 我发现了那个带兵的头 长得有点像连海波 忘了 你腿受伤那刺 你不是我还真忘了 当时我只看到一个策略 今天我一直在观察他的策略 越感越像 不会吧 连海波跟咱们那么多年同学 他能是日本人 他要是日本人 我觉得早就应该发现了 你是不是疑心病太重啊 我不就说嘛 我更希望他不是 那你什么意思 行 行 行 让我再想想 你先回吧 那你干吗呀 你别管我了 我还有事 回吧 那我先走了啊 包口 报告 进 大左阁下 有一小黑龙的人要见你 告诉他 我没有时间 他说有重要情报 非要见您才说 让他进来吧 是 这长官 我叫黑龙 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所以要捡紧要地说 侄爷大佐 我为皇军效力 也有一段时间了 当时答案我 给我可以管半职的 可是到现在 我才是个真机队队长啊 你以为我这里是垃圾站吗 你想索求官位 问问你自己 为皇军做过什么 你还有二十秒的时间 我知道一个 非常重要的情报 是关于很多巴勒军的后代 后代 收了千天 那个学校的校长有个傻弟弟 曾经跟我的弟兄一起喝酒 喝多了 是他亲自告诉我的弟兄的 是吗 非常好 黑龙 好 如果情报属实 我一定会好好地奖上你 去吧 喂 你在啊 好 好 来 看看这个 什么呀 这是我要黄震涛 调查的109团的情报 109团的确是几乎全军覆没了 他们也确实有个一连长 叫黄志 但这个黄志 后来是不是被俘了 静儿是不是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林海波 我现在还没有确确的证据 那你这不是查人家林海波吗 我发现你啊 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了 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你抓职业生担的时候 被人背后给忘了 这个人到现在也没找到 可你知道吗 当天晚上林海波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而且今天他就莫名其妙地出现了 你问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冒出来呢 这是不是太蹊跷了 当然不管怎么说啊 我总觉得 这 这林海波不可能是日本人吧 那当年在蒋公堂的时候 咱们朝夕相处 不是 你说你看他哪点 他像日本人 他逃出来的时候 那不是打死了好几个鬼子 还有伪军吗 那要是日本人的话能这么干吗 如果是我想潜伏进来 我也首先会把戏做错 况且了 当年咱们也没发现 枝野胜南是个潜伏特务 我们国军军政处已经证明了 小鬼子在打我们之前 若干年就已经把很多人化妆成 我们中国人潜伏进来 谁知道谁审辩是潜伏特务 况且了 在江湖堂 是你跟林海波关心 还是我跟他关心 是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我当然不管怎么说啊 我觉得 在没有拿到确凿证据之前 咱还是别惊动他 要不然太伤感情了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 我比谁都不希望 这是个事实 我是真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景天之 我们刚刚得到确切消息 柳泉村有一所红河小学 里面确实有巴鲁郡的后代 但是柳泉村的村民 却非常地不友好 巴格亚鲁定 藏你巴鲁军和他们的后代 这绝对是不能允许的 我立刻派山口大队 扫荡柳泉村 让他们知道 藏匿巴鲁军和他们的后代 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 不 景天军完全依靠暴力 有时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会激化他们反抗 我们去扫荡整个村庄 烧房子 杀人 肯定会逼得他们走向绝路 会投靠巴鲁 对抗我们 你有何高见 所谓人心都有弱点 作为父母来说 孩子就是他们的弱点 我想制造一场偷袭 占领学校 到那个时候 村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不得不出卖巴鲁的后代 到那个时候 村民和巴鲁 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人 就会彻底祭祟 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有喜 我们既可以抓住 巴鲁军的后代 把他们斩草除根 还可以震慑流泉村的村民 叫他们不敢为巴鲁军做事 叶军 你这是一剑双雕啊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炼天 夜晚丰富 丢低生残 西阳山 万人 市场 充断 江泽 在穷洞 万人 西阳山 万人 这人柳泉村挺近的 你有半个月没去看孩子了 要不要回去看看 算了吧 又不路过村子 这次出任务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你还是去看看吧 在这儿小华也想你了 这次出任务 算了吧 又不路过村子 这次出任务 也行 照理说我也该去看看孩子了 咱们队里面刚发了点口粮 咱们八路均好几个孩子 坐在六打娘那儿了 是啊 木兰姐 最近鬼子扫荡几 我给你找了双老百姓的衣服 还有口粮 你穿老百姓的衣服安全一些 你们也小心 我明天抄劲动跟你们会合 好 好 董主任 走 邓主任 你可真细心啊 还给小华做了衣服 那李医生要知道 你这么照顾小华 他得多放心哪 我来柳全村也没几天 对孩子们的照顾啊 您多费心 我替李医生谢谢您 瞧你这话说的 八路均的孩子 就是我们的孩子 好 娘 你看谁来了 李医生来了 都来了 闺女 你来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大半个月没来看孩子了 部队实在是太忙了 小华在你这儿 让你们又操心又操力的 实在不好意思 部队啊 给我们发了点口粮 我赶紧给您送过来了 闺女不打紧 小华这孩子很聪明 帮我在这儿干了不少的活 他在这儿一点都不累 你放心吧 谢谢您 刘大奶 一瞧 这是谁 木兰 你来了 我给孩子做了套棉衣棉裤 这不入冬了吗 天气凉了 谢谢您啊 你们聊着啊 咱们进去吧 听说你都半个多月 没来看过孩子了 卫生队出任务了三次 最近部队特别忙 我实在没时间 这不多亏留奶奶照顾着 我这不是一有时间 就赶紧给孩子 送点口粮来 你呢 你怎么样 来 咱们做点量 好 来 我们后勤部抽掉了一些同志 来有全村 我也刚来一个星期 小华跟山河这俩孩子的感情 就是比其他孩子要好 在学校里 小华经常照顾山河 我知道 这都是你教的孩子 是吧 没有 小华比山河大 哥哥嘛 他应该照顾弟弟 我以为 你心里一直埋怨我 我这人吧 脾气不好 性子直 有啥事憋不住 非得说个清楚明白 说实话 自打你出现 我心里别扭过 对杨志华的感情也怀疑过 后来我想想 当时太傻了 你说得对 和他过日子的人是我 我应该相信他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杨志华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 他对你 对山河 是非常关心 也是非常爱的 木兰 你不恨我呀 我跟他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没这个夫妻 我们两个人也没缘分 你是个好女人 你能嫁给她 我真心地祝福你们 雨萍 我以后能这么教你吗 能吧 当然能了 你们两个人啊 会是一辈子相濡隐沫的夫妻 谢谢你 红蓝 你看 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 还头一次这么说话呢 我心里真的特别高兴 和你比 我觉得自己太差劲了 对杨志华的感情不够了解 对你也不够了解 我现在觉得 真的 你们是最值得我信任的人 从今天以后 咱们就是好朋友了 最好最好的朋友 行吗 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去看看孩子吧 我也该回去了 雨萍 我就来一晚 明天就走 就不跟你打招呼了 多保重 你也是 保重 来 我们要去看孩子吧 这个孩子 你和你对击的孩子 和你不得了 你还能不能保健 行吗 我去 去 去 看你 好 你气味挺好啊 嗯 回来 好了 到了 小黄 好好上学 听老实话 妈妈走了啊 怎么了 儿子 你又走了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 我也想爸爸 爸爸也不回来看我 傻儿子 妈妈 过两天就来看你 爸爸在前线打鬼子 保护你 还有你的同学们 对吗 真的吗 真的 妈妈给你保证 妈妈过两天就来看你 拉钩 拉钩 拉钩上钓一百年不许变 给这儿 好 那一关我去上学 听话 好了 快去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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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礼长城 晚礼长 晚礼长城 晚礼长 長城外面是故乡 长城外面是故乡 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粮 肥大豆香 高粮 肥大豆香 高粮 肥大豆香 遍地黄金 稍在扬 天地亡灵 我别动 来 孩子们 别怕 别怕 这里是学校 你们要干什么 告诉他们 让他把八路军的孩子 统统交出来 帮您得到情报 你们这里 有六个八路军的孩子 我劝你石像去 赶紧把孩子给我交出来 否则皇军的子弹 可不长眼 我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八路军 这里都是我的学生 他们都是无辜的 请你们马上离开 我最后才告诉你一次 赶快把八路军的孩子 给我交出来 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八路军 这里都是我的学生 废话 我站一边去 大董 大董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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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加把劲啊 把好了 把好了 日本报夺的学友 孩子们都被抓走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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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道走了有多久 只知道刚踏上路 别就开始了 当虚目拉开